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终结犯罪 维护正义 他们是在网上相识的 他在网上勾引你 比贝卡发了挑逗型的照片 他们决定要进入 两人想度过一个激情的夜晚 一天后 比贝卡和另外一人 他们看上去都遭受了处决式的谋杀 而凶手似乎凭空消失了 没有留下任何问题 最近发生的每件案子 可能都和数据有关 平均来说 俄克拉罕马州塔尔萨市的911 每天晚上会接到大概3000个紧急电话 有天晚上他们接到了一个失火的电话 我能看到火焰 却没看到烟 房子后面着火了 你的名字 我叫肯尼斯 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用手机 我在回家的路上 911阶线员告诉肯尼斯不要挂断 消防员会迅速赶往现场 二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 似乎他和某个走过来的人有了一些接触 那边着火了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将大火扑灭 在一辆停在房子前的车停 人们发现了一个打电话报警的人 摊坐在方向盘前 他遭枪击身亡 经确认死者是24岁的肯尼斯·麦克斯韦 他是个卡车司机 朋友们说 当时他参加完聚会开车回家 恰好经过此地 真是太恐怖了 谁能想到这么一个老好人会遇害 消防员在房子里发现了两具尸体 一位男子近距离头部中枪 卧室内还有一位女士 他全身赤裸 头部隔着枕头被击多次 看起来好像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音 竟确认被害人是房子的主人 51岁的弗雷德·巴尼 和他42岁的妻子利贝卡 我们无法找到肯尼斯和巴尼家有任何关联 但是调查人员了解到 利贝卡和弗雷德·巴尼之间的关系不寻常 结婚六年之后 两人想要离婚 夫妻俩没有孩子 离婚也是和平分手 因此两人决定 在最终离婚之前继续住在一起 但是分房而去 我猜你会说 他们俩不再有亲密关系了 但是两人仍是好朋友 客厅内利贝卡的衣服 整齐的结成两多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摘掉眼睛 把它放在客厅的衣服上 都是因为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 这并非出于自愿 是有人逼迫利贝卡这样做的 这并非一场寻常的谋杀案 专家断定 弗雷德和利贝卡巴尼家的那场火 并不是意外 炉子被拖出来 梳器管道被切断 有人想要掩盖这栋房子内发生的事情 但是凶手没有料到 会有人开车经过 并爆了戒指 这个电话葬送了肯尼斯 麦克斯维 但是却挽救了许多现场证据 肯尼斯的报警电话 同时避免了大火烧毁死者的尸体 从现场的证据来看 凶手似乎完全是在弗雷德 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袭击他的 弗雷德穿着睡衣 似乎正在厨房内 制作三明治 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警方在卧室发现了利贝卡的尸体 他身中数枪 这一点是调查人员得出结论 他才是凶手的首要目标 凶手将枕头挡在他脸上开了枪 凶手对弗雷德仅开了一枪 却朝他开了三枪 因为他很愤怒 弹道测试表明 三位被害人 肯尼斯 弗雷德和利贝卡 是被同一把点二二口径的手枪杀害的 没有强行入室的迹象 这表明弗雷德和利贝卡认识凶手 乍一看 没有什么东西被弃 受害人的钱和信用卡都没有被动过 但是在卧室内倒是有东西不见了 电脑的主机不见了 我立刻就警醒了 为什么凶手只偷了电脑呢 对我而言 这很明显地表明了 本案同电脑有关 同网络有关 调查人员了解到 案发当晚 弗雷德和利贝卡一同去了一家 名为阿尼寺的酒吧 这是两人常去的消遣场所 目击着称 还有个男人和夫妻俩在一起 那个人长得很高 得有六尺四或六尺五英正高 利贝卡说 这是我在网上结识的新男友 朋友们说 弗雷德看起来很疲惫 也毫不在意 弗雷德不喜欢那个人 没怎么说话 酒吧内了解弗雷德的那些老客人都看得出来 他对于利贝卡促成的这次约会并不热心 利贝卡并没有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 但向熟人介绍了他 老客人和工作人员告诉警方 弗雷德 利贝卡和那个男人 在要关门时一同离开了酒吧 那家酒吧离利贝卡家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阿尼寺酒吧凌晨两点关门 而火灾报警大约是在三点十一 因此从他们离开阿尼寺到凶杀案发生 在那一小时十分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法医对于利贝卡巴尼的验尸结果表明 她曾遭受性侵 但是想要收集生理样板却并不容易 巴尼女士恰好处于月经期 因此她的DNA过多 超过了我们所要找的对本案有作用的DNA 幸运的是 在努力营救她时 现场一位反应快的护理人员 用棉签擦拭过利贝卡的身体 她知道这是起凶案 死者当时全身赤裸 说不定留有凶手的DNA 果然利贝卡的脖子和胸部有唾液 然而当警方将该DNA样本 输入至全国罪犯数据库时 又遭遇了挫折 他们没找到足够的基因 可以同数据库的信息比对 调查人员非常确定 这些DNA属于那个男人 那个在案发前一小时 同利贝卡和弗雷德一起去了酒吧的男人 他到底是谁呢 弗雷德和利贝卡家中的电脑被盗 但是调查人员找到了几方 利贝卡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 其中一方来自某个不寻常的用户名 他的用户名应该就是你的牛仔六七 他们的交流有很强的性暗示 以打印的邮件表明 利贝卡和你的牛仔六七 在网上相互交换了挑逗性的照片 调查人员肯定 这些邮件是案发当晚 同弗雷德和利贝卡 一同去酒吧的那个男人发的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和相关的情况 比如地址或电话号码这类信息 为找到这些信息 调查人员向塔尔萨警局的网络犯罪科寻求帮助 法院授权的调查表明 用户名为你的牛仔六七的这个人 在案发前三天见了网上的一个新朋友 那个人的用户名为狂野长春藤 狂野长春藤就是利贝卡 经确认 你的牛仔六七是31岁的詹姆斯基德维尔 他是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工读生 目前住在俄克拉罕马州的戈尔市 据案发地约90分钟车程 他离婚了有两个孩子 因为财务问题还住在家里 一年前基德维尔曾因家庭暴毙接受过警方询问 但是没有被捕 有证据表明他卸过前女友的轮胎 你知道目前来说这就是个危险信号 警方告知俄克拉罕马州戈尔市的执法机关 他们打算逮捕詹姆斯基德维尔市获得了惊喜 我们正要前往戈尔市执行任务时 戈尔市警方迎和本案无关的其他指控逮捕了他 基德维尔被捕时 警方在他的车内找到了一把违禁的 鹤枪实弹的莱斯枪 被问到是否认识利贝卡什 基德维尔说从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但他的电脑会告诉调查人员真相 詹姆斯基德维尔因谋杀肯尼斯 弗雷德和利贝卡而被捕时 正和一个年轻语人在一起 他们是案发后不到12小时在网上认识的 这个姑娘告诉警方 他见基德维尔第一面就后悔同他约会了 他说基德维尔总带着一把装满子弹的枪 他占有的下一个女人 可能就是他的下一个受害人 他看上去非常的恐惧 我想他当然会因此而恐惧 基德维尔和他的母亲一起住 在他的家中警方并没有找到凶器 或者从巴尼家偷来的电脑 但基德维尔的电脑硬盘表明 他和多个女人有联系 他就是在网上勾引女人 这很清楚 但是他却删除了一份文件 那种文件来自狂野长春藤2003 这恰好就是利贝卡巴尼的用户名 出于某种原因 他需要把这个文件夹删除 这表明他想要掩盖某些东西 证据表明 案发三天前 基德维尔和利贝卡在网上结识了 那时两人互发了70多封邮件 案发前一天 利贝卡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告诉了基德维尔 凶案之后 所有的联系就中断 发与害后 基德维尔再没发过任何信息 尽管基德维尔声称 不知道谁是利贝卡 但是他的电脑表明 对于利贝卡的死 他很上心 使用这台电脑的人 在案发几日之后 搜寻过最新的 与犯罪相关的新闻 基德维尔面临网络证据的指控 基德维尔改了口供 基德维尔之后承认 他认识利贝卡巴尼 同时承认 自己希望同他发生关系 但是弗雷德巴尼 和他们一起去了酒吧 这就表明约会不会有结果 他告诉我们 利贝卡和弗雷德 确实去了阿尼斯酒吧 还说他自己 大概在那儿待了五到十分钟 就回到俄克拉和马州的格尔市了 但到测试表面 基德维尔的点二二口径来副枪并非凶器 但是 基德维尔还有另一把点二二口径的手枪 而警方却找不到他 在基德维尔的烘干机内 标查人员发现了两件衬衫 尽管两件衣服都洗过了 但是上面依然有褪色的污点 尽管衣服被洗过 烘干过 分析人员仍能从那些污迹上提取DNA 并生成DNA样板 他们觉得DNA有可能是利贝卡罚尼的 在一万两千人中 仅有一个人可能同那个样本匹配 但是犯罪现场有基德维尔的DNA吗 利贝卡尸体上的唾液样板非常威重 因此分析人员又查看了 相见世界核内的DNA 由于利贝卡当时处于惊奇 检测到的DNA主要是女性的 但是也有微量的男性DNA 幸运的是 男性DNA的重量足以生成样本 而且样本和基德维尔的DNA匹配 调查人员确信 案发当晚基德维尔准备度过一个热闹的夜晚 基德维尔以为当晚他会有个火热的约会 他终于要和那个交换过照片和邮件的女人见面了 我觉得他当时满脑子就是这么想的 为访万一 第一次见基德维尔的利贝卡 让分区的丈夫陪他同去 弗雷德很不情愿的同意 因为他刚刚出差回来 正确表明 他们回家后 弗雷德进了自己的房间换睡衣 检察官认为 利贝卡拒绝了基德维尔亲热的要求 可能是因为不喜欢他 也可能因为他正处于惊奇 也有可能两方面原因都有 不管是什么理由 基德维尔气愤地离开了 但去到车上去了一把点二二口径的手枪 这时候 弗雷德以为基德维尔已经离开了 就到厨房去做三明治 基德维尔在近距离的范围内击中了他 而后他抢破利贝卡拖去了衣服 并在卧室进进了他 然后进了杀汉 为掩盖罪障 他移开了墙边的炉子 切断了收起帮号 并放了火 他带着利贝卡的电脑离开 以为这样就能清理掉所有的证据 肯尼斯·麦克斯韦恰好参加完聚会 驱车回家 看到了火并爆了锦 不能看到火焰 但是没看到烟 房子后面着火了 那儿着火了吗 当基德维尔看了重力 他又朝麦克斯韦开了一枪 2004年11日 詹姆斯·基德维尔接受了审判 被判犯有三项一级谋杀罪 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你不知道跟你在网上聊天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人们以为网上呈现出来的就是本人的样子 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觉得心思证明和注意细节 是你在每个案子中都要做到的 这样才能确保你没有遗漏任何证据 这是一群冷静客观一丝不苟的专业人士 他们写信所有犯罪行为都会留下痕迹 而追查痕迹就能找到真相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是法医侦探们独特的勇气 虽然不能与犯罪分子正面交锋 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终结犯罪 维护正义 一位女士光铁化日之下被杀害 就像一只野兽从丛林里跳出来杀了 手机记录和搜查权发现了一些东西 他们能循着气味追踪到居民区 那里小路很近 如果没有警方的妙计以及机缘巧合 整个调查可能就毁了 那个人逍遥法外 可能再站出同样的时间 我不清楚这会变得多么害人 在加利福尼亚市的康克德市 凯西洛莱科如同以往一样 在午休时沿着公司附近的慢跑道散步 凯西是一名总经理秘书 同查尔顿结了婚 当天她和在欧洲出事的丈夫通了电话 她丈夫说 突然间她大喊 而后呻吟 之后是喘息声 而电话就挂断了 凯西的丈夫立刻意识到出了事 于是给她的同事打了电话 让他们去找找凯西 他们没找到她 然后就报了警 警察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 大概二十分钟后 警方看到了血迹 那些血就像是有人用沾着红色染料的油漆刷在底下划线 凯西落来车 她躺在血泊之中已经隐隐一息了 从衣服被撕碎的状况和凌乱的程度来看 凯西很有可能遭到了性心 她需要立刻就医 警方迅速将凯西送往医院 然而 在去往医院的途中 她就去世 凯西的脑部有几株严重弯伤 我们觉得是凯西尸体旁的凶器造成的 那是一段炸乱 我觉得长度约有两英尺到二点五英尺 警官案发时 凯西正在打电话 但是调查人员在她尸体附近的区域 没有找到她的手机 警方查看她的通话记录时发现 凯西预习后 有人用过她的手机 其中一个接到电话的人告诉我们 是胡安桑切斯给她打的电话 探员们追踪到了23岁的胡安桑切斯的住处 发现凯西的手机在她手上 但是桑切斯声称 她是在慢跑道上发现这个手机的 她向我们解释说 她当时正沿着运河骑车时 发现了这个手机 然后就打算将这个手机据为其有 桑切斯告诉了警方 她找到手机的确解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 那个位置离凯西的尸体 只有50英尺 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人会拿这个手机 那人便是袭击凯西的人 但是桑切斯否认自己是凶手 并且否认在手机旁的小路上 曾看到过血迹 警方立刻意识到 这不是一起常规的谋杀调查 凶器是一段折断了的金属炸弯 凶器上有血 但没有指纹 凯西的验试结果表明 她遭受了性侵 在泉州的一只罪犯DNA数据库中 没有和凯西洛来科 强奸试剂盒中的DNA样本匹配的数据 该DNA通拿着凯西手机的 呼安桑切斯也不匹配 她看上去很诚实 回答问题时也没有任何犹豫 她主动要求进行声音紧张度测试 并通过了测试 找到手机却没有推进案件的侦破 这让我们感到很沮丧 在寻找嫌犯的过程中 警方将每个案发时 在那条路上 或者接近那条路的人 都梳理了一遍 一些人是无家可归的 一些是慢跑的 或骑自行车的 大概一半人的说法 惊人的一致 他们看到一个男人 站在栅栏边上 望着那条运河 谈论着河中的小鱼 依此来吸引 过了人的注意 这个人似乎和他们格格不入 他是个白人 大概六英尺高 应该三十出头 有点胖 不是结实的那种胖 应该算是有点超重 一头乱彭彭的褐色金发 一些人说他 可能是无家可归的 两位目击证人 去见了犯罪肖像艺术家 吉尔扎莫拉 我问 如果再次见到他 你还能认出来吗 如果他们回答说是的 那么我就可以去画素描图了 扎莫拉努力诱导 每个目击证人 进入深度放松的状态 而后让他们描述自己看到的情况 最终 依据两位之前从未交流过的目击者的描述 绘制出了两幅素描图 两幅草图几乎是一模一样 警方目前有两名独立的目击证人 两人之前并不认识 我觉得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人 而后警方有了重大突破 警犬小队的调查人员 发现了一条潜在线索 他们依靠气味追踪到了 康科德市的某个居民区 那里那条小路很近 调查表面 住在附近的一名男子 有犯罪史 同时他和警方的素描图非常相似 他叫马克费西尔 他是出了名的暴力分子 对亲戚警察 还有其他公职人员都很暴力 警方向公园内的目击证人展示了一组照片 其中就有费西尔 至少有三名目击证人肯定 费西尔就是他们在那条路上 见到的那个人 但是当警方去费西尔家时 却得到了一些惊人的消息 警方见到了他的一位亲戚 他说 你们难道没听说吗 我哥哥费西尔 从金门大桥上跳下去自杀 凯西一案发生不足24小时后 马克费西尔便自杀了 发生了这样的案子之后 第二天这个人就自杀了 这也太巧了吧 这在我办案经历中从没发生过 对于费西尔房间内的搜查 似乎证实了他在这起谋杀案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找到了一副和素描图中 款型相似的太阳镜 他们找到了一些好像有血迹的衣服 还注意到房间内的一份报纸是打开的 上面恰好是关于谋杀案的报道 同时上面还有嫌疑人的素描图 间接证据明确指明 马克费西尔是本案凶手 但是法医证据是否吻合呢 费西尔自杀后 检测人员从太平间提取了DNA样板 并将该样板通凯西洛莱科 强奸世纪核中的生理证据进行了比对 令人震惊的是两者并不匹配 我们确信马克费西尔应该对凯西的死负责 可是突然间证明凶手不是他 就是说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不过在凶案发生九天后 警方得到了一条突破性的线索 一位骑山地车的人给警方打了电话 说他认出了合成图像上的那个人 在凯西被害当日 他在慢跑道上见过那个人 他说那个人跟他要了一支烟 尽管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但是两人还是短暂的聊了一会儿 这个骑山地车的人抽了一支烟 而那个和他聊天的人抽了两支烟 调查人员要求这位骑山地车的人 告诉他们事发地点 那个地方离案发现场不到200码 他直接指着那儿说 这就是我们抽过的烟 但是已经过去了九天 调查人员怀疑能否提取到DNA 如果就是在那里 那么暴露在紫外县 雨水 泥土 或者是灰尘中的时间越长 就越难提取DNA样本 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人 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那个男人说 自己在附近的河陶西市 做电话销售员 调查表明 在河陶西市 只有一家电话销售公司 经理立刻告诉我 你找的是罗伯特·弗雷泽 他惹过一些麻烦 他抢劫过几次 坐过牢 坐牢时和出狱后 都对他人进行过暴力袭击 弗雷泽的同事说 他和那幅合成素描图 看上去很像 但是他们说 凯西一案发生之后 他就辞职了 警方去了弗雷泽近期的住所 找到了他的前女友 他说弗雷泽已经离开这个镇了 他再也没有见过她 但是弗雷泽的女友 倒是给了警方一份礼物 弗雷泽的牙刷 警方希望 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法医证据 警方找到了案发当日 疑似弗雷泽在漫跑道上吸过的烟头 但是这些烟头在警方找到之前 已经在室外暴露了九天 幸运的是 烟头没有被雨淋过 检测人员可以提取DNA样板 并同强奸测试盒中的样板进行比对 抽了那两只烟的人 就是杀害凯西的凶手 警方随后将烟头上的DNA 同弗雷泽牙刷上的DNA进行了比对 不幸的是 那把牙刷上至少包含了三个人的DNA 既有男性的 也有女性的 不过当我看到其中有弗雷泽的DNA时 当然非常兴奋 或许最重要的是 检测人员在凯西尸体旁带有血迹的 栅栏铁棒上 也发现了弗雷泽的皮肤细胞DNA 在作为凶器的那根栅栏上 发现罗伯特的DNA是非常重要的 这表明弗雷泽可能就是杀害凯西的那样 DNA证据 弗雷泽因刑事指控被关押在印度安那州 他因为交通违章被捕 目前正处于缓刑期间 而他的缓刑监督员正在找他 加利福尼亚州警方立刻飞往印度安那州 审问弗雷泽 他看起来很配合 一点都不紧张 你不会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下 那个人会有如此的表现 弗雷泽承认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凯西·洛莱克凶杀案 你在电视上见过他的照片吗 他长什么样 但是弗雷泽说漏嘴了 他说出了一项竟有凶手才会知道的事实 他留肠子 看起来是棕色的 好像有雀斑 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有雀斑 因为我在电视上看过 那台电视有43英寸的屏幕 他化了妆 你不可能能看到雀斑 照片上能看到 不可能 可以看到 我打赌你见过他本人 每一等警方告诉弗雷泽 他们已经在凶器 以及凯西·洛莱克的强奸尸击盒内 发现了他的DNA 弗雷泽就改了口 弗雷泽唯一能够辩解的 就是在凯西的尸体被发现之前 他正在树丛之中小变 那可能是他唯一的借口 检察官认为 凯西正沿着漫跑道散步 并给他丈夫打电话时 弗雷泽看到了他 检察官认为 弗雷泽之所以选择凯西作为袭击对象 是因为他看到附近任何方向都没有人 而后他用一段金属炸板吸进了他 他迅速将凯西从漫跑道拖到了山剑中 并性侵了他 之后弗雷泽又几次吸进了凯西的头部 而后逃跑 留下被害人独自在那儿挡死 多亏了目击证人精确的描述 才能绘制出相似度极高的素描图 同时和骑自行车的人的意外相遇 使弗雷泽留下了大量的法医证据 罗布克弗雷泽接受了审判 被判判有一级谋杀罪及强奸罪 判处死刑 这是一群冷静客观 一丝不苟的专业人士 他们坚信所有犯罪行为都会留下痕迹 而追查痕迹就能找到真相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是法医侦探们独特的逻辑 虽然不能与犯罪分子正面交锋 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终结犯罪 维护证义